以往在威权时代各校园内都有已故前总统蒋介石的同像 不过政府推动转型正义不少的同像撤出校园 彰化北斗万来国小也接到了两次公文 要求把蒋公同像要妥善处理 但是校方突发奇想竟然不是把这个同像移走 而是在蒋公同像旁边设置了铁笼 把同像整个框在铁笼里头 这个画面就引发了部分的民众反弹 觉得说这好像是在官犯人一样 难道这算是妥善处理吗 不过校方解释他们是因为想要做绿化 想要在这个铁笼上种上绿色的藤蔓植物 来柔化威权形象 照片中蒋公同像前后左右都被不锈钢铁笼给罩住 看起来就好像被囚禁关进铁笼里 人已经过往了 来家好几年了 他动作是好像换人一样 历史就是历史 把它围起来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座铜像就在彰化北斗万来国小 到校园运动的民众看到之后 引发反弹 8号上午校方将铁笼拆除 原来是政府推动转型正义 彰化县目前有19所学校 还没处理这些铜像 学校两度收到公文 要求做出妥善处置 但碍于铜像是1982年时 地方工厂董事长捐赠的 不好任意拆除 保存人家捐赠的东西 再来我们也要配合上面的一些指引 那最终还是要有民众整个的认同 不同的想法 于是呢 我们就让它回复到原点 为了两全其美校方才会设个铁笼 利用绿藤攀爬 将这座铜像座绿美化 降低威权形象 但还没完工就先引发争议 我们会希望结合向人空间的整理 规划的时候 做个装置艺术 或者是结合课程去发展 他们特色的一个装置 彰化其他校园 有的将铜像放仓库藏起来 有的用红布盖起来 有的用盆栽遮起来 时代变迁 价值转换过去膜拜的铜像 如今成了烫手山芋 记者带入冒彰化采访报导